好吧 我们问一下小单你做何感想啊 哎呦 我好喜欢 我好喜欢 我天天看看微博 我就是挺纠结的 其实我刚开始是知道这个人的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要到我的手机号 天天给我发短信 然后后来要加我的QQ 然后微博一天好几条私信这些的 但是我并没有回 如果要是一天到晚都在给你发 包括还有短信这些东西 你就会觉得对你的这个生活 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小单 你还想要告白吗 要再敢告白我佩服你 我来问问问那三个妹妹的意见好不好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建议给小单 我觉得至少她这份感情可以告诉她 不管是不是爱情 至少把心中这种感情传达给她 我觉得这就够了 加油小单 谢谢 我觉得还是不要告白好了吧 这样以后自己的路也不好走 给对方也会带来困扰吗 小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